内与外的问题 内与外 比方说我们打这个拳 光有外在的这个形体动作不行 必须有内在的东西 精气神的合一 内外合一的问题 上与下的合一问题 这个都是一对阴阳矛盾产生 武术的梅应该是涌箭 涌箭或者这个雄壮 作为他的美学的技术 比方说我们闪打当中 讲这个以气为主 所谓以气为主呢 就是说 你的意志首先是占第一位的 你敢不敢打 你本事再大 看见对方 你这个你不敢打 那你技术没法发挥了 我说这种异性的 我应该给你 你这种异性的 你认识